大家好,歡迎收看展德分享天地行車報 今年下半,大家引頸期盼的APARIA入門級具小跑車RS457 終於在今日凌晨發表上市了 但跌破大家眼鏡的是 本車並未如各大國外媒體預期般的搭載了一顆成本較低的單缸引擎 而是搭載了一顆全新的水冷四行程雙凸輪軸雙缸引擎 並且將動力刻意限制在了歐洲A2駕照所能駕駛的最大上限47p APARIA也利用了賽道獲得的經驗與技術來打造RS457的全新車架 並且用上了鋁合金來作為車架的材質 而且與RS660相同 RS457也採用了引擎極為車架結構一部分的設計 來增加剛性並且降低車重 在APARIA一系列的減重設計之下 RS457的乾重來到了159公斤 而且呢在施重也僅僅只有175公斤 可說是相當的驚人 搭配上47p的動力輸出之後 可以說相當令人期待這樣的一個馬力重量比 所帶來的動力表現 電控部分 目前所得知的資訊有限 僅能知道 RS457搭載了一具全新開發的5吋全彩TFT液晶儀錶板 這個儀錶板 從圖片上來看 功能算是相當的豐富 從側助熄火啊 水溫系統啊 還有車輛各項系統 都是相當的完整 並且呢 搭載了可單獨關閉後輪的雙回路ABS系統 而且車主呢也可以試情況 另外選配原廠的一個快排套件 那其他的電控部分呢 則有待後續官方的公布 我們才可以有更完整的資訊 而RS457也搭載了 鏤空的運動化設計上三角台 以及角度相當低的把手 腳踏高度 從圖片上來看 也是相當的戰鬥 配上一個寬大瘦大的油箱 以及更加俐落的底部排氣設計 讓這輛中排量的小跑車 整台車都散發出濃濃的運動氛圍 懸吊的部分 RS457採用的是 前後皆可以調整預載的避震系統 前方為41mm的倒立式前叉 後方為單槍後避震器 前避震的形成120mm 後避震的形成130mm 自動部分 採用的是前Bibery的四活塞輻射卡鉗 搭配320mm的碟盤 後面呢 則是Bibery的單活塞卡鉗 配上220mm碟盤 前後配胎的配置為前面110 70 17 後面160 60 17 那目前Aparia原廠尚未公佈RS457的其他各項細節數據 但是呢 外媒已經預計啊 這台車的售價大概會落在6000美金左右 換算台幣 大概就是在18萬到20萬的區間 很明顯的這輛車呢 是主打一個年輕的市場 來做一個切入點 並且呢 看得出來Aparia很有企圖心 想讓這台車當作入門集聚市場的一個王者 所以刻意的將它的動力啊 限制在了歐洲A2駕造的最大上限47匹 配上各項優異的配備 還有許多驚人的用料 跟賽道下放的科技 這輛RS45旗呢 真的是會讓人相當期待 相當想要騎騎看 也期待後續這輛車呢 能夠盡快的引進台灣來做一個販售 並且呢 能有一個價格破壞者般的售價了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新車報 好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